字幕 李宗盛 我是姜浩文 你聽的是234channel 我在做什麼 還需要問的 當然是明星啦 Hello 歡迎回來有台火 是的 有台火回來了 無論是戲劇 舞蹈 音樂 任何的藝術界面 總之你有火 你對藝術有火 你對舞台有火 都歡迎你來有台火 大家對這些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你聽有台火 Hello 歡迎回來有台火 上一節的有台火 不是恐怖片 但是我們分享了一些在我們城市中 我們覺得是挺恐怖的東西 當然在一個恐怖的拍攝的情況 就遇到這些問題 其實在當中除了你訪問一些嘉賓 他們知道了 剛才說到學者和區議員 然後你訪問了一些新生代考慮參選的人 那他們又怎樣呢 譬如趙恩來 趙恩來其實在參與 他對政治的參與其實都是一段人子的事情 所以其實他最出名的 近年就是搞一些反圍標的事情 其實他有一定的想法 其實他在想怎樣去 我覺得挺有趣的 我們紛紛有兩批的所謂新生代 有些是政黨的 有些不是的 他也有想過一個問題就是怎樣捲更多的民意上去 這個其實是一個可能在雨傘運動後的一個 一個萌生的情況 開始尊重多些民意 那其實你是否會捲民意參與區議會這件事 是否從來沒有發生過呢 不是的 其實在2003年那屆的區議會 選舉裡面灣仔區有過半數一些泛民主派的人 所以他們推到一個黃英奇上去 去做到一個區議會主席 那的時候他出現了一件事就是 他開始想很多改革的事情 怎樣區議會去改革 到怎樣可以拿更多的民意上去 怎樣去搞動更多的居民 開始討論 甚至是對城市整個規劃的事情 我們現在講的藍屋好 講的那些東西其實怎樣保育 其實是由黃英奇那個年代 他們一起去跟市民去談出來的 所以其實香港的歷史裡面是發生過 是可以有改造成區議會的文化 那當然過了那一次之後 黃英奇不還夠繼續連任 所以到最後又沒有了這件事 那現在這一班的新朋友 他們開始在提出的時候 他們就在想怎樣可以影響更多的民意 影響更多的市民 一起去為城市規劃去想去參與 然後怎樣將聲音由下而上推翻上去呢 因為其實我們剛才講的整個過程裡面 區議會最重要的角色是說政府主席 因為政府主席才可以跟我們所謂的DO 民政專員去到去談 究竟每一次在區議會裡面那些議題 究竟講些什麼呢 他們跟那些官員講些什麼 諮詢些什麼呢 其實他們有得揮的 那是只有政府主席是有說的 普通只是一個區議員那時候其實是沒有說的 所以其實你看到這個過程裡面就是 除了有一班新朋友 他們想去捲更多民意的同事 我們找到唯一的出路 唯一的所謂區議會要改變要改革 要將這個這麼爛的文化去改變的話 是唯一的方法就是我們要用選票 去將更多追求民主自由的議員帶進去 然後他們能夠爭取到一個政府主席的位置 我們才有機會將現在這麼腐爛 這麼臭的一個議會去改變文化 這個是唯一的出路 但是同樣地如果我們經常覺得 市民覺得議會是廢的 是沒有用的 是只是做社區保護的 你不去投票的話 你一輩子都得到這樣東西 這個就是問題就是 你追求的什麼 我們香港市民你要些什麼 你想像你香港是怎樣 你想不想你區議員有規劃的能力 它可以令到市區令你的社區更好 如果你想你就要參與 你就不可以懶 你不可以覺得沒用的我不理 又不影響我的生活 我都不多時間在家裡我不理 所以你全部你一路 市民要求越低 市民越來越懶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你現在得到的所謂的區議員 只會學會蛇齋餅種 只會搞晚會 搞嘉年華的一些區議員 你是否想要這些 如果你不是的 麻煩你去投票 還有鼓勵更多人去投票 還有你要參與更加多 另外一個新生代的組織 灣仔廣義 它更加是 因為它是打正旗 它是雨傘運動之後出來的 其實我們跟它談的時候 它們都是受雨傘運動的啟發很大 因為它為什麼會做一個地區組織呢 它就是看到 其實你在佔領區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遵遵落到的 就是你很多人自己做了很多東西出來 例如有那些自修室 例如有人在那裡種田 無緣無故在金鐘地下 地下弄一塊田出來 有很多藝術品 旺角那裡有關公 有天主給你拜 它們其實是看到市民 其實對那個地區怎樣發展 天主不是為拜的 哎呀 我不知道 撈亂了 就是它們是有一個想法的 其實它們是自己有一個想法 覺得這樣的社區才好玩 這樣才有趣 就不是真的完全沒有想法 所以它們就覺得 它們就更加要自己做一個平台出來 等到這些聲音可以出來 甚至去到區議會的層面 這樣我們才有一個更好的住的地方 但其實我想它們和剛剛說的趙恩來 都是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其實我們十幾年來 就是區議會種出來的文化 就是我們覺得區議員是做蛇齋餅種的 而且我們訪問陳建文革上次 它們都有說的 因為香港整個人口結構 有我們很大部分的比較連絡的選民 其實它們是喜歡這一種的 就是它們是喜歡區議員給我這些福利 它們都覺得有這些福利 我都OK啦 挺好的 就是你不用跟我做一些太複雜的事情 複雜的我也不懂 是的 我都不懂 其實是正常的 所以它們生生代其實面臨一個很大問題的位置 就是它們很想 如果你一出來打證號 就是說我們講規劃 你可能會吸引到一些年輕的 又有其他想法的人 但是你原先那些選民 就是很多很大的另外一批 它們是不習慣這一種的模式 那它們就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同行最可悲的地方是 那幫年老的才會投票 年輕的大部分都不投票 或者專業人士都不投票 是的 你都做不到事的 我就寧願放棄你不去投票 所以其實它們都要去考慮這些東西 到底我怎樣才會 首先剛才阿康說 捲入更加多的人 就是majority 是這麼大對社區發展系的想法 所以其實它們都是很多掙扎的 到底我是照顧這幫人呢 那幫人呢 還是怎樣才可以吸引到最多的聲音呢 因為有時候真的會聽到一些 聽到他們講的一些故事的時候 真的很可悲 就是有一個老人家走過來 你今天有什麼派 你派這些嗎 你派一個月餅 旁邊派成盒 就是這樣的時候 大家就比較這件事 然後我投票 它好像給我很多東西 就因為我想保持有更多派的機會 那我就要保住它 那你覺得這件事是極度可悲 你覺得香港如果不是那幫人 你可以得到的更多 但我們要求就是要這麼眼前 不那麼少因少畏 這個是區議會這麼久以來 就是習慣了令到市民以為 區議員只是做這件事 這個一個很遠遠留場的一件事 還有這個都是關於整個區議會 現在的制度的問題 其中一個我們 就是這麼多人都說的 我想他們很多年 有些不同的學者和區議員 都說過這件事是一定要改革的 你改不了其實區議會是沒有希望的 就是那個選區很小的問題 因為現在那個選區的劃分 其實15000到17000人 即他計算人口 那就變成一個選區 基本上就是你幾棟大樓 一個小的屋苑就變成自成一角的選區 所以你作為一個區議員 其實也挺好做的 因為你可能只是洗樓洗幾層 天天在那裡洗洗洗洗 派月餅 街坊認得你 他就會投給你 相對上你這樣去做 就是容易贏出一個選舉 那你這樣的制度之下 那個區議員其實是沒有一個誘因 去想 譬如我灣仔區也好 中西區也好 我整個區域是應該怎樣做 所有的居民才得益呢 即你不會只為了幾條街去做規劃 是的 你是要為了區域做規劃 因為那個制度是不需要你這樣做的 他只是做一些很小的事情 他就可以足以贏他的選票 而且這種制度對現在的建制派是相當有利的 因為你現在的制度選舉的玩法就是鬥一個資源 總之我會弄得碰這幾棟樓的市民 我每天公布派賣 派何 現在是派媽市都有 是派潤夫公 好 很高檔的 你吸引到他們就可以了 這些是泛民或新生代 是完全沒辦法和建制派去比拼的一樣東西 所以剛才我們講的那些想參選的人 或者現職的區議員 他們怎樣去抗衡這一種 蛇齋病種利益行頭的一種文化 他們就是拋爆頭 就是要想我怎樣可以給市民 一個新的社區的想像 希望有更多人是願意參與 這個社區的規劃 那就可以抗衡這一種文化 就是他們嘗試做另外一個文化出來 在製作到現在 當然現在完成了這條影片 當然就要給大家去欣賞 有什麼渠道可以欣賞到呢 其實我們現在面臨一個難度 因為其實這一段時間 就來因為開始報了參選 所以很多我們想播的地方 其實很多青年度可能有一班考慮 比較敏感 考慮參選人他們不可以幫忙 或者不可以給地方播 因為會欣賞到選舉經費 同樣地我們想做戶外播放 但是剛剛我們才收到食環署的通知 我們是不可以做這個 因為要申請一個娛樂牌 是要申請娛樂牌的 但是我們問了兩個月前問 然後兩個月後才回覆我們 所以其實我們要找室內的地方播 現在這個情況就是 但是我們都在努力找地方可以播 現在找到一兩個地方 但是不知道其他地方是怎樣的 如果聽到的朋友 如果有地方可以讓我們播的 讓我們知道 你上我們的Facebook 去找我們的Fan Page 重奪區議會 你可以告訴我們 我的地方可以告訴我們 但是我們同樣地 我們11月的時候會放上網的 因為11月22日就選舉了 所以我們最後的時間 希望更多人看到 但是同樣地 我們希望10月的時候 除了我們要公開播放 就是我們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如果還有問題 或者還有一些不明白的時候 我們可以當面的解釋給你們聽 其實想分享多一些 因為很多東西 我們拍到我們找到的東西 有些人不知道怎樣說給大家聽 所以其實我們 因為片有限時間 我們不能拍到很長 因為看鏡子都很辛苦 我們現在其實已經 這條片大概45分鐘 其實如果純粹在網上看 其實是很重的 多數我們在網上看片 只要看三分鐘 over三分鐘就不想看了 沒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一直在努力去處理 因為我們其實很多東西 在後期上 都要花多少少功夫和力去做 因為其實當我們拍了很多東西 我們拍了幾十個小時的東西 然後選擇哪些說 哪些屬於101 哪些叫做容易解得明白 有些哪些人不明白 其實我們都用了很多時間 去組合這一堆東西 其實我們面對的難度是很高的 因為拍紀錄片就是這樣 拍就可以拍很多東西 一拍就可能拍的時間不多 但是剪片組合的時間就花很多 在裡面 取捨也有一個很大的難度 這個就交給阿珊 阿珊幫我們處理了很多 是 因為你拍的時候 其實他們所有東西我都想偷殺 其實因為我覺得這件事市民應該知道 那件事市民應該全部都應該知道 但是你沒有人叫他們看十幾個小時的片 所以其實選擇的時候都是很辛苦的 你是要不停地這樣 還有你要 因為我自己是想拍給真的剛剛接觸這個議題的市民 就是看了 我就要去用一個最簡單言明的一個說話的方式去告訴大家 到底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其實都是 你一說區議會議題 你聽到也不想看 真的現實是這樣的 我們這次拍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看到大家都戰視區議會 所以我們特意要做 但是同樣地 就是因為大家都戰視區議會 所以會戰視你的片 其實是很兩難的狀態 是的 但是又覺得不行 怎樣也好 所以我就是盡量簡單言明 還有我覺得其實學者是幫到很多 在解釋整個制度上 他們都說得很精彩 我自己看到都會心微笑 他們說了很多 比喻怎樣形容現在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市民看到都會有趣 如果你願意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這個不是一個這麼難的議題 而且對大家很切身 比起立法會其他區議會就在你旁邊 就是你這個區的屋苑 他在用洗錢就是洗你 你的避雨亭其他東西就是他撥款 所以其實是相當有關係的 你的醜陋的地標就是因為那些區議會解釋 所以你要首先知道了 你才懂得去反抗和反抗這些不好的東西 我不知為什麼香港要這麼多地標做什麼 我不會很懂 曾經燒我 曾先生 開始就說創地標 就是做很多噁心的東西 做了一兩塊也不能坐 不知道在做什麼 之後才知道他們會有一大筆錢 要花費 要花什麼東西去用 我們會知道 但我們又不知道裡面究竟發生什麼事 其實蓋東西已經比較噁心的 我只需要八二萬 你有沒有想過一天的嘉年華 可以用九十萬 一天可以用九十萬的嘉年華 同樣地 但同樣地你發覺另一個問題 就是蓋東西搞這麼久 也好 都起碼放在那裡有八二萬 你會問有問題就是 為什麼這麼多 放心我們隔壁裝修而已 這個不是音效來的 其實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想像就是 為什麼你可以容許 或者香港市民 你容許原來每一年 只是落在嘉年華 晚會的情況的錢 是說你真的花了上來 是說原來每年裡面 是花了百多二百萬 是在這些地方 而是在每一區 那代表什麼 你每年有千多萬 是不知為什麼 就在這些嘉年華的地方用了 最重要下一個問題是問 究竟那些嘉年華的製作單位 是不是同一班人 如果是的時候 你就會想 原來每年 你有幾千萬的錢 是落了那幫人手上 那那幫人 又跟區議員有什麼關係呢 然後我們就問 為什麼我們所謂的選舉 這麼多裝卷 這麼多人幫忙呢 原來這些又是不是有關係呢 我們還沒有找到的 因為這些我真的找不到的 要查 要去找ICAC才找得到的問題 就是我們會看到很多個問題 我們理解不了 我們做製作 我們知道一件事 原來為什麼一天搞嘉年華 九十萬 那間關仔區有一個最出名的 叫做海陸空嘉年華 就用了九十萬的時候 他用在哪裡 有飛機 有噴東西 然後或者有船走過 是不是真的在那裡用了呢 不懂做製作的就說 我自己做開的時候 我知道用多少錢都可以做到的 可能十萬的東西 原來變成六十萬 原來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不會管 我們市民沒有留意 沒有問 你試試問多幾個 問多幾次 你就會不明白的 因為其實他們區議會裡面 不停的那些晚會 是可能批一萬一萬元 去跟老人家去做什麼呢 去喝茶 去喝完茶 有人唱一下歌 那就是一個叫晚會 那裡就用了一萬元 那喝茶有多少錢 然後那些製作 找人唱幾天歌的那些人 又用了多少錢呢 那些錢又去了哪裡呢 你就會問很多這些問題 然後你想不通 我想其實做一些開心的事情 晚會啊 拍攝都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你市民一定要記得 就是你整個社區 其實有很多東西 是需要去建設 研究什麼都好 因為譬如你講 塞車問題啊 堆田區這些 這些都是需要錢去做研究 去想一些方法去解決的 當你九成九的錢 都去了做嘉年華的時候 你還剩下多少錢 去做這些呢 就是我們這條片 有一個好例子 就是阿許之鋒講的 就是他中西區 有很多塞車的問題 是經驗的 就是他只是想問一下 區議會拿十多萬去做一個 廢車 其實是因為他做交通事務委員會 在中西區 然後呢 因為他不停地在議會做抗爭 那主席就跟他說 漏一些錢給你 不如這樣吧 我跌十萬給你 你去給你做你想做的事吧 是這樣的 不是他爭取回來的 是因為你太煩了 我給你一些去做規劃了 是的 他是去研究 就是堅渡那裏 有一條街叫堅渡的 中西區 就是他塞車情況 擾民了很久了 他是很辛苦 很辛苦 我還以為區議會應該是解決這些塞車問題 他很辛苦才在主席手上 漏到幾十多萬 十萬 找一些consultant去研究 到底那個交通是發生什麼事 有什麼解決方法 結果就是布格回來 只是consultant的布格 都不夠給錢 結果是胎死腹中是做不到的 但是他其他 好像阿康剛才說幾百萬幾百萬的錢 全部就是去做加連話 那這些是不是真的市民 市民當然開心 但是你長遠來說 對那個社會 社區的規劃是否有益呢 這個市民一定要想 我是不是想這些錢這樣去花 是的 我問一個問題 我聽了那麼多加連話的時候 我真的問 我問一些區議員 為什麼香港的市民真的喜歡加連話的嗎 原來後來我得到的答案就是什麼呢 就是搞加連話好處 就是一天裡面搞定 然後那些市民就可以安安樂樂 找個很漂亮的地方 坐下來看人家唱歌 看完最重點是什麼 然後去到一些支持啊 頒禮物啊的時候 那些議員上台 他們就有曝光了 為什麼那些議員 這麼喜歡搞白天晚上會加連話呢 就是因為可以在一個 這麼舒服的環境 人家好像很happy的環境之下 去拿曝光 就是選擇這個 假裝做事 因為這樣那些議員 你以為他們在做事 但是其實那些議員 是從來不需要做事的 而不停地製造這些平台 不如假裝做事 而你真的有些很努力 在做事的議員 得過做字 而沒有人知道 其實你會看到這些傾斜的位置的時候 就是你不聽 由自然聽完 你真是把鬼火 然後你就真的不知道 可以怎樣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面對區議會的無奈的狀態 在這次的影片的製作上 由一知半解到現在 可以有這麼多事情可以說得到的時候 當然我們聽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 有沒有搞錯 但是這些事情 正正發生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而我們是不知道的 發生了幾十年了 十幾年了 我們是不知道的 究竟我們可以做什麼 是不是我們能做的事情很少呢 但其實無論是多與少也好 但其實我們都要去做 儘管可能有人覺得 你怎麼搞錯 你做得了什麼 但是 我們是不是真的 要覺得 我們現在的生活 是不是只是去到這樣呢 所以這個影片 是可以令到我們反思一下 究竟我們現在的社會 會發生什麼事呢 希望 有多一些朋友 可以對這個影片 有興趣 知道多一些關於我們現在 身處的地方發生的事情 可以做多一些放映會 可以介紹多一些給大家 可能真的播片的同時的時候 多一些和人交流 可以令到他們知道 怎樣運用他們手上的一票 不是說少的 大家在一起 這個是不少的 是的 希望接下來的 去做的這些放映會 可以做多一些 可以介紹多一些的朋友 其實我可以問問兩位 對於這次這個影片的製作 你們又會希望他們會 對於這件事 對於這件事你們拍完之後 其實對於你來講 有什麼衝擊呢 其實很卑微的 希望看到的觀眾 去想多一些 去問多一些 甚至 你看到那些 日日和Elan 最近和你經常握手的區議員 你多問他幾個問題 你問他日常 現在區議員會發生什麼事 在做什麼 你多問他幾個問題 他們的區議員都不敢放肆 他放不放肆 因為你不理他 原來你試一下 甚至你上區議會的網 你去你的區 要求你可能下載 上年幾個 可能有五至六個大會 你下載那些議題 我其實用了一個星期時間看 一個區議會 一年 其實你就很多問題 想問那個區議員 你問完他 那些區議員 知道原來香港市民 是會擔心的 會關注的 他不敢亂來 他不敢 原來唯一唯一 求其其 然後又有一個 我想對我來說 就是 對市民都重要 我覺得是要相信自己 有那個能力去改變 這個真的 因為我開始 他找阿匡 找我拍攝的時候 我都想 可以嗎 我們每個人都有 有事情做 那個議題又完全不懂 就是零 完全不懂 我自己有擔心 會不會拍到混亂 我也有一個擔心 但接著 不管了 就是要做的 不是怎樣 你發覺是可以的 就是你很想去問那個問題 想知道 你是會做得到 所以我覺得市民都要相信這個 你覺得要做 你去做 你是會做到出來 是要相信有改變的能力 是的 我們是有能力的 只要我們大家 真的去團結 真的去想一下 究竟我們還可以 為這個城市做多些什麼 令到這個城市更加好 是的 好了 好 其實我們 不要覺得今天音效很厲害 我們覺得很瘦 很緊張 大家不用太緊張 說完這些話題之後 要預告一件事 就是一匡 接下來的鳥羽花香 是 其實我們 圖母圖 我們來到12月到1月 我們會在上水和粉嶺 中間的一條叫吳同河 那裡我們會搞的東西叫吳同河藝術節 那其實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有一年大概三次的 星期日的一個藝術節 那其實就希望做到的東西就是 希望有很多市民 可能來到這裏去參與我們的藝術節 可能看一下演出 去參與我們的道上 一些親子的活動 一些workshop 大家去接觸多些土地 接觸一下多些村民的故事 甚至去到接觸一些 我們所謂的一些我們共享的環境的東西 因為我們其實整件事的一個所謂的藝術節 是一個休閒式的藝術節 就不是你來到無限的活動 然後巴停參加很多東西看 沒有人扔三個瓶那些 應該都沒有 沒有雜技 那些反而是什麼呢 就希望給一個平台大家來到 有時可能看一下東西 有些時候可能我們下午 會有一個在不同河道一起去野餐會 一起去野餐 可能大家在那裡自己聊聊天 拿著結他在那裡唱歌 或者有時一起去做一些活動 其實是希望大家享用多些的環境 因為其實譬如說一個不同河那一大 其實去到2017年之後 有機會是沒有了 所以其實你這一刻不享受 你現在不用 就可能沒有什麼機會用 因為其實你會發覺 所謂的不同河是什麼呢 就是你平時叮噹去看 叮噹看日劇 有些在河邊有些斜坡的草地 然後大熊蹲在那裡哭的那些位置 那些很美的那些 我們看日劇覺得很美的那些 其實在香港有 原來我們不知道 那些很美的環境 其實那些地方就在那裡 希望更多人來到參與 能夠看更多 或者享受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正在招募參與者 是的 我們正在招募創作人 正在招募一些工作方法的導師 甚至義工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去Facebook找我們專頁 叫吳同河藝術節 那你就會找到我們 是的 其實在這兩件事 重奪區議會和吳同河藝術節 其實也帶給我們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我們身邊有很多事物 是我們平時可能都 慣常忙於工作 忙於很多私生活的時候 會忘記了的事 我希望大家在這件事上面 可以更加多些關心自己的社會 不要覺得自己是渺少 我們真的是渺少 不要覺得 少是不能做事 其實是少都可以發揮我們的作用 謝謝兩位嘉賓 希望接下來的放映會 可以辦多些 可以令到多些人去接觸 也都接下來不同的藝術節 這次就是一個預告 希望接下來可以搞的時候 再來和我們談談 看看發展成怎樣 好的 多謝了 拜拜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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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